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送上美国国旗 象征友好 这是第一次在华府 跟这些热爱台湾支持中华民国的朋友 一起庆祝中华民国102年的国庆 我们大家对今天都很高兴 金普冲赴美就任首度在华府主持国庆酒会 现场来了近3000位中外人士 包括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施兰旗 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爱斯 都现身力挺中华民国 这是民国100年后第三次在双向园举办国庆酒会 显见台美关系稳定成长 金普冲表示未来还要深化双方的经贸关系 尤其是双边投资协定 BIA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V的签订 华爱斯对此也表示乐见台美进行新的协商 酒会采取中西合并 再加上灯光秀以及乐曲表演 现场人山人海气氛热烈 宾主敬欢 齐声庆客中华民国生日快乐